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戴利潘非洲 之前都是在工厂附近 今天来市里面 给大家拍一下这边的电子石头的情况 之前也很少拍过 反正估计给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今天反正多走个地方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的这个结构都是这种 我们就近拍一下吧 前面是一些可能装修的材料 这里就是这些小电器 这边呢就是手机 这边你看很多都是功能机带电池的 这边的话也是一些蓝牙耳机啊乱七八糟的 那边也是小电器音响 这边就是墨镜啊手表啊 看一下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啊 这是一小部分 这里还有这些平板啊摄像头 还是 还是 款式比较多吧 我们出去逛逛 看一下外面吧 相当于这种就是百货大楼之类的 房间里面 那种格级都差不多 外面就是一些小东西 这种家用电器不少的 这种家用电器不少的 反正里面的款式都差不多 都是一些小窗户 门面都不大 一一闪啊这些电子窗户 很多了 一栋一栋楼都是这些百货大楼吧 相当于是 这边也有所谓的城管的 刚刚这里很多小商小摊点 应该是警察怎样的不准 一会儿就收走了 这会儿已经收完了 这边的话很多这种彩票店嘛 我也不知道是专门买足球彩票还是怎样的 很早之前专门拍过一期 还是不少的 基本上街上隔一段就看得到那种的 中途的话你看很多摩托车司机在客的 像这些小地方 属于步行街之类的吧 不过也有车 历化的话看一下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边上的话就是零丁山的小商铺了 这边的话摩托车就是主要的出行交通工具 很多的 这里还看见一家卖这些钢琴啊 吉他的算是比较高档一点的吧 这里的话就是卖这些的 看一下 我准备去中国超市买点调料 买点锅船 过段时间给他们做饭用的 这中国超市里面商品还是比较齐全的 那边的都有 反正之前拍过的 主要是买点这个豆瓣酱 炒菜用的 买个小瓶的 这种一万五 差不多三十块钱了 豆腐乳 当地这些人估计是吃不惯的 这种两万多也要四十啊 所以说这些东西过来就比较贵的 锅里面有比较这么大的啊 锅方面都有的 就不去多拍了 啊 过年了 超市里面有很多这个东西 看要不要买点回去啊 上次那个灶台 都说小了 买个这种大锅应该好一点 不过先凑合着吧 确实不行啊 这种锅稍微大一点就行了 小东西也比较多啊 买个这种锅船 八千十五块钱 凑合着了啊 这个是重点 很多人说不能让他们用手抓 还是要买一副筷子回去啊 总的也比较多 好久也没拍过市里面的这些视频 很多粉丝也在问能不能拍一拍 所以说今天顺便拍了一些镜头 不是太全面啊 大家感觉上怎么样 也不算太差 但是那一价格的话 肯定比国内的要贵很多了啊 现在的话准备回去了啊 顺便提一下 上一个视频的福利发放的问题 粉丝们有意愿的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看一下自己的点赞数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